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雨时光》 《大藏经》《巨舍论》中记载 印度往北过九座大山 有一大雪山 雪山下面有四大江水之源 这个大雪山就是指港人波旗 藏语的意思就是雪宝 港人波旗中年白雪矮矮 云雾缭绕 神秘莫测 同时被佛教 印度教 奇纳教和本教 公认为世界的中心 据说这里是须弥山在人间的对应 须弥山被认为是所有宇宙物质和精神的中心 这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道场 莲花生大士 弥勒日八尊者都曾经在这里修行 港人波旗外形向台阶 藏族的祖先认为这些台阶 是上下天界的梯子 只要围绕着它转山一圈 就可以洗尽一生的罪孽 转山十圈可以在轮回中免下地狱之苦 转山百圈可以在今生修得正果 所以朝圣转山的人群络绎不绝 风顶垂直而下的巨大的冰槽和一条横向的岩层 构成了佛家的万字符 当日光照到风顶 犹如一座金字塔 金光四射 港人波旗山脚下是美丽的马旁雍错湖 藏语的意思就是永恒不败的碧玉湖 它是恒河印度河 萨特累济河和雅鲁藏布江四大江水的源头 高僧玄藏曾经在大唐西域记中称其为西天瑶池 关于港人波旗的神秘现象有很多 比如说至今无人登上港人波旗的山巅 登山的过程是一个加速衰老的过程 港人波旗跟世界上很多神秘建筑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今天我们就来探寻一下神秘的港人波旗 大家别忘了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相传米勒日巴尊者离开马尔巴上师的时候 马尔巴曾经给他幻化出众多神山秘境 米勒日巴带着弟子们跋山涉水来到了港人波旗神山下 但是当地的本教一直都在山下修行 视港人波旗为圣山 双方相持不下 最后本教大法师纳若奔琼和米勒日巴 就决定通过斗法来决定胜负 纳若奔琼认为港人波旗是本教的神山 一定会保佑他得胜 可是两个回合之后他占不到便宜 但是却依然不服气 约定第二天比登山 天亮之前谁能登上港人波旗 谁就为神山之主 第二天纳若奔琼搬来了一面大鼓 祷告完毕之后旗上大鼓 凌空而起向神山之巅飞去 这时候米勒日巴还在睡觉 弟子们急忙把他叫醒 他说不用慌太阳还没升起来呢 他开始念动咒语 就在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的那一刹那 米勒日巴已经架着阳光 出现在港人波旗的山顶 骑着鼓急速奔来的纳若奔琼 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没有想到看到端坐在山顶的米勒日巴正在冲他微笑 纳若奔琼顿时天旋地转 连人带鼓从空中跌落 在港人波旗山崖上滑出了一道深深的沟槽 那道沟槽和横向的岩层构成了巨大的万字符 成为了港人波旗的经典标志 不过米勒日巴并没有叫 纳若奔琼和本教离开神山 而是让他们在山下马旁雍错湖畔一座山岗上修行 现在港人波旗东南策的本日神山 便是本教的发源地之一 也是本教徒的修行圣地 后来米勒日巴仪式修成 遗体火花的时候 天空出现种种异象 天上降下五色鲜花美丽异常 尊者的舍利大如鸟蛋 放出五色豪光 之后许多年每逢纪念尊者的日子 天空中就会出现长红 降落花雨 鸣奏天月 飘散异乡 生出种种奇迹来 1948年出生 在《无神论洗脑》宣传中长大的 苏联科学家穆尔·达舍夫博士 是眼科和整形外科中心的主任 穆博士的整个职业生涯 都在致力于研究人体组织结构 特别是眼睛 对于超自然的现象 他一直认为是唯心的 也从来都没有研究过宗教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开始困扰他 我们为什么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呢? 由此他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 他的团队创建了一个 能够分析眼睛几何参数的计算机程序 来识别人的身份、民族特征和诊断眼科疾病 他们收集了世界上所有种族的人眼睛的数据 发现世界上最具统计平均值的眼睛属于藏族人 为什么是藏族人呢? 这其中有没有更深刻甚至更神秘的内涵呢? 带着这份好奇 他们把藏族人和其他种族人的眼睛统计平均值 进行比较和研究 最后惊奇的发现 这跟人类的起源有关 人类起源于西藏 从那里沿着四条基本路径 向世界其他地区繁衍和发展 他们追寻这些人类的迁徙路径进行考察 并且用已知的历史事实进行对照 发现他们的结论跟现实基本吻合 可是西藏人又是来自于哪里呢? 地球上人类的起源有许多不同的假设 有神创论、进化论、外太空理论等等 穆博士试图继续通过视觉分析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古老的西藏神话中流传着远古时代 在大洪水之后地球上出现了上帝之子 于是寻着神话的足迹 他们一点一点的收集信息 寻找上帝之子居住的地方 他们得知西藏和尼泊尔的每一座寺庙 都以一双巨大而不同寻常的眼睛来迎接游客 根据眼科几何原理 对这些寺庙的眼睛进行数学分析之后 他们画出了拥有那只眼睛的人物肖像 这个人物的形象看起来很奇怪 在东方的文献中 穆博士找不到类似的东西 为了弄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 跟藏族的起源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穆博士就把肖像拿给了西藏、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喇嘛和上师看 他们一看到画像就说是他 但是再问却三间其口 这个他们前称的称为他的人是谁呢 穆博士相信他一定是香巴拉的人 这幅肖像也成为了人们寻找人类最大的秘密 人类基因库的指导线索 穆博士的西藏之行 让他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他发现 港人波齐山实际上是一座巨大的远古时代的人造金字塔 周围环绕着100多个小一点的金字塔 一共108座 构成了人们所说的众神之城 这个大金字塔 可能跟世界上其他能够观察到超自然现象的纪念碑 或者是遗址相连接 有可能是全球系统的中心 几个世纪以来 港人波齐吸引着苦行僧 瑜伽士和朝圣者 以及登山运动员 但是人们都说 港人波齐是一座神山不可攀登 据说呀 至今还没有人能够上去 曾经有四名登山运动员不以为然 毅然攀登 可是在途中 他们发现身体衰老的非常快 好像细胞在加速分裂一般 只得放弃 在两年之内 他们都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疾病相继离世了 这个世界上唯一获得攀登许可的人 是第一个征服朱莫朗马峰的 意大利登山运动员梅斯娜 不过呢 他在最后一刻拒绝了这个机会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改变主意 是被港人波齐的神秘震慑住了吗 还是心生敬畏呢 总之他意识到 征服这座山峰就意味着征服人们的精神 这是他放弃的理由 穆博士率领的俄罗斯探险队 也想过要登上这座他们眼中的西藏金字塔 但是当地的喇嘛事先交代 科学考察人员不可以偏离设定的路线 万一偏离就有可能进入密教的活动区域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是他们发现 大多数的西藏金字塔 是由尺寸各异的凹面半圆平面的石质结构组成的 他们称之为石镜 石镜之间相互连接最大的高达800米 被称为是幸运石之家 在西边 港人波齐的石镜以108度倾斜 在北边 以30度和78度角倾斜 加起来也是108度 这可能并非巧合 因为108是个神圣的数字 佛教的念珠就是108颗 108三个数字相加等于9 是宇宙密码数字369之一 1990年代俄罗斯科学家尼古拉科吉列夫 他研究出一种高度为23米的镜子 叫做科吉列夫镜 这种镜子会聚焦不同类型的辐射 在金属镜子中 时间发生了特殊的变化 成了既能够浓缩 也能够伸展的能量 具有时光机的作用 凡是照科吉列夫镜的人 都会明显的表现出 头晕 惊恐 看到飞碟 看到童年的自己 或者是一些其他奇怪的东西 穆博士团队认为 西藏的石镜和科吉列夫镜子 有着相似之处 他们能够收集宇宙的能量 创造了一个特殊的能量空间 能够加速或者是减缓时间的流逝 他们认为那些仕途登上 港人波奇山的运动员会加速老化 可能就是使劲的作用 当然了 真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莫尔达舍夫认为 埃及 墨西哥和西藏的金字塔群 都是由史前人类建造的 很有可能是史前的亚特兰提斯人 在诺查丹玛斯的著作中 传说中的亚特兰提斯人 通过使用第三只眼投射内部能量 就能轻松搬动重物 还能够建造金字塔这种不朽的建筑 因此他认为金字塔并不是埃及人 或者是墨西哥人建造的 他们的祖先刚好发现了这些金字塔 就决定住在这些巨大的金字塔的石头结构旁 穆博士在他的书《我们来自哪里》中表示 很难从科学的角度去讨论这个话题 由金字塔和石镜组成的众神之城的示意图 结构类似于DNA分子的空间结构 由此他推测 港人波奇跟地球上的生命有关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 更多专家来到西藏探查这些金字塔 他们惊奇的发现 石森人面向面朝的方向 居然就是港人波奇 难道石森人面向注视的目标就是港人波奇吗 按照穆博士的推测 这个大金字塔很有可能是全球系统的中心 有可能是和世界上那些超自然现象的建筑相连接 于是呢 他们就把玛雅金字塔 墨西哥金字塔 还有复活捷岛的巨石镇 英国的巨石镇放在一起研究 结果呀大吃一惊 如果拿一个缩小的地球来做示范 从港人波奇峰向地球的另一端做一个轴的话 那么这个轴准确指向的是有着迷一般石像的复活捷岛 而从港人波奇到埃及金字塔的距离 正好是港人波奇峰到复活捷岛的距离的四分之一 如果把复活捷岛和墨西哥金字塔相连接的话 那么这条线将指向港人波奇 而从复活捷岛到墨西哥金字塔的距离 也恰好是复活捷岛到港人波奇距离之间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呢 西藏金字塔到埃及金字塔的距离 跟复活捷岛到墨西哥金字塔的距离是一样的 连接这四个点画出的范围恰好是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 如果用线将埃及金字塔和墨西哥金字塔 连接起来 那么这条线就将地球表面的那个四分之一 分成了绝对相等的两个三角形 如果将港人波奇金字塔和英国巨石阵用线连接起来 那么这条线延伸到复活捷岛 从港人波奇到英国巨石阵的距离 正好是港人波奇到复活捷岛的近线距离的三分之一 这条线将上面提到的那个四分之一地球的面积分成了两半 如果将这条线从复活捷岛继续延伸三分之一 就到达了百慕达金三角 他们推测在金三角地区曾经沉没过古建筑群 如果在海底能够找到类似港人波奇金字塔和使径的建筑群 那有关百慕达金三角的不解之谜就都有了答案 还有更加巧合的是港人波奇海拔6714米 从港人波奇到英国巨石阵的距离总计也是6714公里 从巨石阵到百慕达金三角也是6714公里 而从金三角到复活捷岛的距离也是6714公里 从港人波奇到北极的距离总计也是6714公里 而6714这四个数字相加最后得到9 也是宇宙密码数字中最神秘的数字 这一切难道是巧合吗 看来有关港人波奇是世界轴心的传说是有由来的 难怪希特勒会两次派人去寻找 好了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微语的故事别忘了点赞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次见